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追溯到历史 追溯到三国 在三国的时候 在我国的古书里面就有记载低谷认清 到了宋代的时候 在宋词的喜源纪录里面 也记载了低谷认清 古代的低谷认清是一种理论的传说 这种方法没有科学依据 无论是不是有亲缘关系 如果学业积在这个颐和上都会渗入 那因为现代的理论认清 准确的认定亲缘关系 只有DNA技术或者DNA鉴定 在座的陕西的同学都知道 在秦剧有一个叫三滴学的历史话剧 他详细地描述了和学法 这个和学法从自从秦淡诞生以后 一直到清淡都没有人怀疑过 都觉得它是一个相对认清 比较准确的方法 真正对低血认清或者清泉电症 这样一个话题 科学的研究的开端 我们要追逆到1901年 Lain Steiner发现了ABO血型 我们回顾一下Lainter所做的工作 Lainter他是一个并不少才有万人 他是偶然的机会 把血液不同的血液混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了凝集现象 他这个现象的发现 是他驱使了他找到他的五位同事 说你们来来来 把你们的血给我抽一点 他就用他们的血液 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所以他分为A组和B组 那么他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那么A组的血清 去跟不同的个体发生反应 把B组的人血清 也跟不同的个体去发生反应 结果他在血维镜上 发现了什么结果呢 发现这个个体呢 在A组 在B组 独不宁 细胞都是独立的 所以他把这一类血型 就称为O型 那么在第二行里边 他发现在A组呢 凝集了 在B组 没有凝集 所以这个时候 他把这一类血型呢 命名为A型 同样的依次类胎 他把这一个命名为B型 他把这两个都发生凝集的 命名为AB型 他用这样的一个实验 再去分析更多的群体 他发现O 不同的群体 可以分为O型 A型 B型 和AB型 这就是著名的 Leinstein呢 做的 抗原抗体的反应 用在 这个血液分型上面 这就是我们 大家熟知的 ABO血型 那么这个血型 也最早的 用到了 侵权鉴定上面 大家看看 因为它的基因 它的分型 比较少 所以 在人群里边 O型的 占到了 50%左右 那么再下来 是B型 再下来 是 A型 再下来 是 AB型 AB型 是最少 占到 12% 那么这样的 一个血型 所以在 亲子鉴定的时候 它的识别率 一定是很低的 但是 它可以反过来 怎么样 排除 是吧 如果你不遵循 这个ABO血型的 遗传规律 我就可以排除你 不是 孩子的 亲生父亲 或者孩子的 亲生母亲 那么另外一个 用于 这个 个体识别的 技术 就叫 Soul的技术 1980年 Wyman 和他的同事 Wyter 把 RFLP技术 用在一个 加系的 分析 这个加系 是一个 白血病 他把 这个白血病的 加系的基因 做的DNA 用 EQ1 没切 没切了以后 产生了 不同的DNA片段 但是这个片段 是看不见的 他要想办法 让它看见 所以他做了一个探针 这个探针叫 PAW101 那么这101 这样一个探针 就可以跟这个 加系的DNA 去杂交 出现了这样一个 电影的图谱 我们看 这个编号 是不同的个体 不同的个体 它的电影行为 是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 侵权DNA的例子 就是DNA指纹 DNA指纹 是英国科学家 杰弗仁 1985年 所创建的 那么 他所不同的是 用的是 小卫星的探针 这个小卫星的探针 就会产生 无数个DNA的普代 那么他用的消化酶 是黑腹外 来消化整个的DNA 他是第一次 把这个DNA指纹的技术 应用了清权鉴定的案例 他给这个技术的名字 提为DNA指纹 就是DNA FungerPrint 另外一个技术 那就是基因扫描技术 1990年 三小组就发现了 这个 STM 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 主要是依托基因扩增 就是PCR技术 所建立的 那么我们在DNA那一章 学到了 这个STR 不光可以用于法医的实践 那么还可以用于 这个研究人类的起源 那么这是我们对 世界人种 进行多态性的分析 我们发现 不同的民族 他聚在一起 我们看 这一类是高加索人 他们聚在一起 非洲的黑人 他们聚在一起 亚洲的蒙古人 他们聚在一起 第二节 我们看一下 侵权鉴定的基本理论 在这一小节 我们看一下 侵权鉴定的概念 应用医学 生物学的理论与技术 判定 亲代与子代 同胞之间 是否有生物学关系 我们称之为 亲权鉴定 又成为亲缘鉴定 或者父权鉴定 或者亲子鉴定 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 亲子鉴定的基本原理 那基因遗传学的底论 一个人的基因组 一半来自父亲 一半来自母亲 那鉴定 那鉴定亲代 与子代的遗传标记 就可以判定 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基因组的研究成果 是我们了解到 基因组的遗传规则 那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小点 第一点 每一个常染色体 孩子都有两个等位基因 一个来自母亲 一个来自生物学的父亲 那么第二点 孩子会有母亲的 线离体DNA的单背型 遗传给孩子 那我们把这样 就称之为母系遗传 那么第三点 孩子会有父亲的 Y染色体的单背型 我们把它称为 父系遗传 那么举例 我们看一下 基因组 常染色体遗传标记的 传递过程 父亲提供一半 母亲提供一半 成为我们在座的 各位的基因组 我们接着再看一下 STR基因扫描的 核心序列 那么核心加系 就是包括父亲 母亲和孩子 那我们从这一张图里看 那么这个等位基因 RL传给了子弹 那么母亲的 这个等位基因 传给了子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用基因扫描技术 分析一个家庭里边的 传递情况 第三个小点 我们看一下 常见的司法分类 那么亲子鉴定 我们在司法上 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一类就是刑事案件 在强奸 拐骗 凶杀等 我们要进行同意认定 那么在民事案件里边 比如说离婚 那离婚了以后 就发生孩子 物养权的问题 那需要做亲子鉴定 那么还有就是 吊错婴儿 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 不是太清楚 其实吊错婴儿 就是往往只在医院里边 新生儿的时候 因为到这个七八九 每年都是出生的高峰期 所以每一个医院 出生的孩子 都是爆满 就会有 一个床上放好几个婴儿 没有来得及做标识 那这个时候 就会往往把婴儿搞错 那么还有就是 非婚生育 计划外生育 认领 移民等等 要求做亲人鉴定的 第三种类型 就是意外的灾害事故 比如说海啸 在一瞬间里边 成千上万的人遇难 那么又加上海滩的高温 是所有的死后现象 在半个小时之内 发生了巨人观 从外表形态学和医物 很难去识别他们谁是谁 还有像飞机 车船 失事 地震 火灾 是我们人的整体面目全非 从外表很难识别 众多的遇难者 这个时候 我们要进行验证 他的亲缘关系 因为牵扯到赔偿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 就是恐怖事件 由人为造成的爆炸 纵火 罪机 众人遇难 这个时候 我们要见明遇难者的深渊 所以上面 罗列的这些 都需要做侵权鉴定 那么其实我们在实验室里边 简单的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找父亲 那么就是找 谁是孩子的父亲 一般的情况 母亲都是已知的 是吧 那么 子控的父亲 到底是这个子控的父亲呢 还是随机的男人 我们需要通过DNA的鉴定 来进行确定 大家看了这张图就知道 哦 我们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我们 一定要求 当事人 三个当事人都在场 我们一般不鼓励 单亲去做亲子鉴定 还有就是找孩子 我们 比如说 拐骗的儿童 或者失散的儿童 要找到任命的父亲 父母亲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做亲子鉴定 我们做了这些DNA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通过 国家的DNA检索库 找到失散儿童 或者找到失散儿童的父母 第三节 我们看一下亲权鉴定 亲权鉴定应用的关键技术 第一类的关键技术 就是常用的基本方法 遗传特征 我们在亲子鉴定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遗传特征 都是单基因的遗传标记 例如 STR SNP 和RFLP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复产科学的知识 就是认存的实现 最后一个 我们就是要做 复科和临床学的检查 这当事人一定是 具有生育能力 和性交能力的这样的记载 第二个方面 就是遗传标记的分析技术 目前对遗传标记 对亲权鉴定的鉴定 以及遗传标记的分析 已经进入了分子时代 那过去传统的呢 做亲权鉴定 我们常用的 就是细胞表面抗原 一个就是ABO血型 大家称说 用ABO血型去做 那这制造了很多的冤甲错案 那么后来发展到 这个HLA 就是白细胞认定 做这个亲权鉴定 那么也会出错 因为这些原来的检测方法 它都是靠抑制的抗体 就抑制的抗体血清 去检测未知的抗原 所以影响的因素比较多 容易出错 那么到了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就蛋白遗传标记的出现 就像同工酶型 蛋白酶型 那么这些每一次 做亲权鉴定的时候 就是要做十个系统 那这样既浪费时间 又会出现错误 而且技术不容易标准化 所以这些传统的精简的方法 现在基本上 已经被DNA技术所取代 但是在偶尔的情况下 还会用到 你比如说 有一些检材非常特殊 它拿不到DNA 它底边只有蛋白质 或者它只有血痕 我们就拿不到蛋白质 又拿不到DNA 它只能做血型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DNA分型 那么DNA分型里边 我们现在首选的是基因扫描技术 分析的是STR 遗传标记 那么Solden技术 做RFLP 我们在特殊的情况 我们也会用到它 另外一个就是测序技术 去分析SMP 当然分析SMP 这个基因分型 也可以用测序技术 也可以用Micro-ray技术 也可以用等等其他的技术 但是在这里边测序技术 是最准确的 这一类遗传 就是说基因组的遗传标记 在细胞学上的分布 我们在DNA章节里边 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在学过 那我们在这简单的回顾一下 红细胞血型 就是为这个细胞的表面帮演 那白细胞血型 也是为细胞的表面抗原 那么线粒体是位于包浆里边 那么DNA是位于细胞核里面 那么这一张给大家显示的 就是一个DNA子纹的图谱 那么这一张给大家显示的 就是RFLP的图谱 那么它跟上一张图谱的区别 那是用小卫星的探针 它砸出了无数的图谈 那这个呢是用的单一位点的探针 去杂交 所以它的DNA图谱 它的DNA的等位基因 相对的比较简单 是比较单一 这张图谱给大家显示的 是SNP的分形结果 那这边这个数字 表示的是不同的样本测序的结果 那在这一个测序里边 大家不难看出在这里边有两个SNP的位点 或者SNP looks 那么下面这个显示什么呢 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候选基因 我们把这一段候选基因测序 那么最后就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这六个人 它的SNP的单倍型是不一样的 这一张幻灯是给大家显示了 复合STR的分形技术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基因扫描技术 都是用的多个单一的STR 混合在一起进行自动分形 那这样的目的就可以 一个是节省时间 再另外的我们就可以依次扩增反应 可以分析多个STR的遗传标记 达到认定的目的 那么我们有了亲子鉴定的理论 有了亲子鉴定的方法 那亲子鉴定的工作做到这儿 只做到了三分之二 那还有三分之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计算 计算这里边我们要计算 重要的就是要计算它的父子关系指数 父子关系指数 我们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父子关系指数就等于 这个X表示假想父亲为孩子生父的概率是多少 Y表示随机男人为孩子生父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M我们表示母亲给孩子必要基因或单倍型的几率 AF我们表示假想父亲提供给 提供生父的基因和单倍型的机会是多少 那个RF呢 我们表示随机男人提供生父基因和单倍型的机会是多少 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亲子关系的指数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数学参数 就是父前相对的机会 就是被指控父亲向孩子的生物学父亲的机会有多大 那么用PRPC表示 那么他就等于刚才的亲权关系指数除上亲权关数加一乘一个百分之百 那么国际DNA遗传委员会规定 那么这个数值 父权相对机会的这个数值 必须大于99.97% 才可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就是说认定这个被指控的父亲与孩子之间有亲缘关系 或者说他就是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那么另外一个数学概率 就是非父相对的机率 就是说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那么就是一减去父权概率 那么往往我们在计算这个父权概率的时候 或者亲子关系指数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了很多的遗传标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遗传标记的全部给他结合起来 计算他的联合的亲权坚定指数 那么主要是依照这个公式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我们一起看一下计算父权概率的步骤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把我们分析的这些遗传标记给他去列表 那么标出来 那么在这一栏我们首先父子和子控的父亲 那么这个ALEO就表示 母亲STR分行的结果 那么这个是他另外一个染色体的分行结果 那么这是孩子的两个等位基因分行结果 那么子控父亲两个等位基因的分行结果 那首先呢我们学院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要做这一张表格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么在亲代与子代的遗传方式 他决定了我们要确定Pi的计算公式 因为在遗传学里边 父母是存核子和杂核子的时候 他给孩子提供的概念是不同的 那我们基于数学的原理 把这种组合列为了19种方式 每一种方式 他计算Pi的公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依照这个就可以选择 哪种计算方式 那么主要取决于父母是存核子 还是杂核子 孩子是存核子还是杂核子 我们把他的这个遗传的模式选定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他的这个Pi计算的这个公式 那么我们都知道 前面一再在DNA的那一章里边 还在这个亲子建议的前面在讲理论的时候 我们要做群体的等位基因的基因频率 要进行在群体的研究 那个群体的研究 群体研究的基因频率 把雷尔的等位基因频率用在哪里呢 就用在这个地方 就用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等位基因20 它的后面的0.1625 就是它在群体里边做的基因频率 那么它的计算分率是二分之一的R 那好 这个是R 那我们就二分之一的这个 那好 这就是计算出来一乘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 这一个位点的复权次数 就是它的PI值 那依此类推 每一个位点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PI值 那我们一共是选择了十个遗传标记 那我们就把这十个遗传标记的PI值 把它联合起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亲子建议所要的这个 联合的父权子数和父亲概念 第四节 我们继续学习法律与相关的领域应用 第一个方面就是司法应用 因为民事刑事大型的灾害事故 都是要通过法律审判所决定的 不可以私了的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案件 我们都是要通过正规的司法手续进行鉴定 把我们的鉴定报告提供给法庭 作为法庭的依据 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我们可以进行遗传结构的研究 加系的研究 还可以研究进化的研究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不同人种 白人 黑人 黄种人 我们是怎么来的 我们可以通过精化的研究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疾病的基因诊断 我们用这些遗传标记 可以进行基因诊断 可以进行疾病的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 这张幻灵片是告诉大家 我们用这些遗传标记 我们还可以对于生物技术的研究 我们医学诊断的研究 法医的破案的研究 还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还可以做考古 还可以做动物的保护 病危动物的保护 现在我们做的诸环 就是在用这个技术 做分子育种 做动物的保护 学到这里 我们给大家看几个案例 这是一个案例 排除亲子关系的案例 一般按照遗传学的规定 只要违反了蒙的遗传规律 我们就可以排除 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 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为了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我们在这个亲子鉴定的系统里边 一定要三个以上的位点排除 违反了蒙的遗传规律 我们才可以下处 排除的结论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边 大家看红色的遗传标记 一共是九个位点 违反了蒙的遗传规律 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 排除的结论 就是否定他们之间有亲缘关系 那么第二个案例是肯定侵权关系 那么肯定侵权关系 意思就是说 他们所有的遗传标记 没有违反蒙的遗传规律 那我们广有这些遗传标记的 基因分行结果还不够 我们要计算 这个被控父亲 是这个胎儿亲生父亲的概率是多少 才可以做出肯定侵权概率的结论 那么第三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边 也是一个排除亲子关系的案例 我们做了这么多系统 结果发现只有一个常染色体的遗传标记 违反了蒙的遗传规律 那我们在实法实践中 这个时候我们要谨慎 那么谨慎的我们具体的做法 就是再去追加遗传标记 因为常染色体 我们做了这么多遗传标记 只有一个违反蒙的遗传规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的经典的方法 就是选在性染色体的遗传标记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边 我们没有选Y染色体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二连子做这个亲子验的 就是说自幼母亲和孩子没有父亲 所以我们就选了Y的染色体的遗传标记 如果这一位是换成子控父亲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Y的ST 继续进行鉴定 所以我们归纳一下亲子鉴定的结论 亲权鉴定的结论 一般可以分肯定侵权概率和符定侵权关系 在司法引用结论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案情 综合的分析 审慎引用侵权鉴定的结论 那么真正的类型 侵权鉴定 我们一定要大于99.99%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说它有侵权关系 那么大于三个未典 违反了孟德遗传规律 我们就说它们没有侵权关系 等它小于95%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能做出结论 所以这个时候要结合案情 或者追加这个实验 为什么要这样 这张幻灯片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常用的这些STR的等位基因 就是Allel 它会发现丢失 就是丢掉了 没有这个等位基因 那如果在我们亲子鉴定的案例里边 一个父亲没有这个基因 大家是不是会就误认为把它排除了 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DNA 鉴定结果的误判 那么出现等位基因丢失的原因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是正常的复制 那么如果插入或者缺失 都会造成这个等位基因的丢失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遗传标记 它们都会发生突变 就是mutation 而且在群体学的研究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这些未典的突变频率 所以说我们在做亲子DNA 亲子鉴定的时候 一定要审慎利用DNA的鉴定结果 而不是说做了DNA 这个案子就不会错 大家一定要记住 DNA一定会出错 那为了减少DNA的误判和DNA的出错 和DNA的滥用 我们怎么办呢 在真正的司法实践 一线的司法实践中 我们一定要结合案情 结合调查研究 综合的审慎的利用DNA的分析结果 那这个时候保证案件准确无误 或者是我们的误判检听的最低限度 那个最后一节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这个关于国家技术的标准和质量控制 利用DNA分析 帮助破案和打击犯罪 应成为各国政府和司法界重要的手段和方法 特别是DNA分析和网络技术的结合 建立了电力的犯罪的DNA数据库 它能够快速准确科学的提供提示的证据 可以有效的利用警力和财力打击犯罪 比如说跨国犯罪 流窜犯罪 你在这做一个案 异地做案 我们不怕 只要你留下了蛛丝马地 我们可以在犯罪的数据库里面检索到你 那么这样很快的就可以进行病案 所以这个的应用 那么就体现了这三类问题 我们要注意 一个就是技术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 第二个就是网络平台的安全和规范 第三个就是数据库建立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应用过程当中 一定要建立一个主要技术的规范和质量的控制标准 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空白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标准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的标准 把别说说的具体的例子 我们DNA鉴定要用几个STR 要用几个核干质量的STR STR的数量 以及它的分析的方法 全部要标准化 通过法律的认证 写在输送程序里面 那这样的方法 你任一个实验室 任一个人都是不可以修改的 那么这样 才能够减少DNA的滥用和误判 所以它的技术标准 就包括它一些一般信息的 包括它的委托的司法程序 像我们实验室从做DNA案子以后 我们一定要有委托 我们不接受个人委托 我们要接受公检法 限义上的司法机关 给我们的委托授权数 我们才可以进行委托 这样为什么呢 就保证了我们DNA样本来源的准确性 因为根据我们的国家的输送法的规定 个人是不可以收集证据 个人更不能收集别人的DNA 拿去做个鉴定 你看看 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 你提供的这个程序法是违法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网络上 经常看见这样的现象 其实它是违法 那么第二个就是网络 平台的这个建立 那么这里边主要就是说 我们对所有的数据化的注存分析 以及管理和应用 要有效的一个管理 那么要不断地完善群体的资料 和网络的平台 那么更好的为国家和民众 这个提供服务 那这些都要尽快地立法 也促进我们国家的标准的数据 和犯罪数据的标准化 规模化 以及权威性 不是说任意的一个人 搞一个实验室 弄一个电脑 他就可以去做这种事情 这是不可以的 而且这样可以侵犯很多人 就是说这种现象会导致DNA的滥用 以及就违反伦理 最后我们归纳一下这一堂课的内容 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法律来认可 或者规范的程序以及效率 亲子鉴定又涉及到夫妻双方 和子女的人生财产名义等 诸多方面的问题 所以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 我们首要的原则 要不要做亲子鉴定 我们一定要以保护 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 为前提和原则 来做亲子鉴定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机就存了 不是谁说 来我要做 我领着孩子 今天妈妈去上班了 父亲领着孩子偷偷地来 说你帮我做一个亲子鉴定 我这也不是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讨个明白 看这个孩子怎么越来越不像我了 这样的事情 如果遇到你们手里 做还是不做 不做 这样是违反亲子鉴定的伦理 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技术上 一定要制定亲权电力的技术标准 来颁布我们国家的亲子鉴定的程序 那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来以防止目前这样DNA鉴定的滥用 和导致的误判和冤假错案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